然後最後一首歌 我要唱 也是慢的歌 叫做流浪記 我就這樣告別三家的家 實在不會輕易讓眼淚流下 我以為我病不長 不會害怕 我就這樣自己走自己長大 我不想因為現實話很理想 我以為我病不長 會學會虛假 怎樣才能夠感受騙距離的彷徨 別讓我的真心才能得相殺 如果有一天變得更差 還能不能唱出歌聲 一定不有望 我一定會不會輕易讓眼淚流下 我以为我补偿 却会虚强 怎样才能够看穿 远距离的荒谎 也让我的曾经散得下 不知道 如果有一天 也能得到 爱都不能藏住 可是你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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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东宗的朋友 真的是很 才高中生而已 就知道东宗的小朋友多厉害 常常看到那个东宗的小朋友就觉得 因为我自己以前是东宗的 然后就觉得怎么会 怎么会过得这么快 就是短短的 就明明就感觉前一秒 我还在那个学校里面 然后老师可能只要讲说 今年运动会不会跟东宇一起 然后我们可能就集体患悟 好像听说从 搞不好从三四十年前到现在 这个梗就是还用在学校 那现在老师讲这话你们还会尖叫吗 诚实哦 譬如说老师说 我们今年运动会可能考虑跟东宇一起合办 已经不相信了 好吧 好啦 那那个 就是我们今天呢 这个报名的主编 就只有他们 所以 所以就相当的那个 那我们就通常遇到这种情形呢 然后我们就会开始 开始照那个 现场会唱歌的朋友上台 然后 诶 有吗 有人要报名 因为其实现在都 这时刻都还可以再报名 那 诶 那我们邀请一位 诶 阿琪有要唱吗 阿琪 有一个叫阿琪 阿琪 阿琪 哦 他正在呼吸啦 他正在呼吸区 呼吸 他正在呼吸 哦 忘记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那个 西岩区在那个 嗯 这个走出去 那个建筑是厕所嘛 然后厕所旁边就是 有那个火炉 他就是西岩区 所以大家如果有 有需要 西岩的朋友 可以到 到那边去 没需要就 就算了 然后去 去那边 好好做回收就可以了 就是 不用去学 好 那 好